让我们有请蓝方选手来自法国 Compro from France Jean Francois 这是一场女子的NNA综合格斗之战 随着漂亮的法国国旗 我们即将迎来的是首先出场的法国女将 金·普朗普瓦 年龄28岁 职业战绩三战两胜一负 适合193 然后Francois是法国的K1法国战的冠军 而且是2015台权道的世界冠军 对于非常丰富的战力打击技术丰富的大赛经验 金·恩还有着非常显赫的缠斗技的大赛经验 他是2015年世界缠斗想不尽的冠军 有请红黄选手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将张维力 现在上场的是杰德队首红方张维力 他以前啊是在那个河北三打队也是练这个三打十三岁就进入了这个武校 然后通过自己的不断的进步 然后成长为河北三打队的这个三打啊 那么他这2012年开始转型 开始练这个MMA中国格斗 那么在最新几几年 成海校派获得了2014年 DKF的中国孤身霸败女女的全国冠军 这是一位非常全面的女将 而之前呢在中国的中国女将当中 在MMA中国格斗这个领域出声很高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 吉恩28岁 张维力24岁 身高方面双方一样 大赛经验方面张维力有着更多的大赛经验 有请常商裁判来自美国的Sales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昆尚传媒为您全力打造的 大型综合格斗类节目 昆仑爵 洛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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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停地用上位的打击拳和打肘 想要去尽快地完结对手 也不停地想要去用撤跨 还有起乔来干扰张伟丽的重心 甚至利用起乔给自己知道空间来逃脱 但是张伟丽不给他任何的空间 因为这种起乔来看 就我明显就是从他们双一出场 就感觉这个基因的力量不如对手 你虽然你看他前前 我虽然有腰背的腹部的力量 但他不够不够 张伟丽的缠斗的技术 非常的扎实 对于时机的把握 现在今天有点急了 毕竟打这种MMA 他看来比赛经验确实不够 这是他的第四场比 杂招不停地杂招 刚才一个杂招已经奏效了 差点是由差点造成了 明显的效果现在是被迫转身 如果是被迫转身的话 就给张伟丽一个后背挪脚的机会 的确的杂招 杂拳 不停地杂拳 不停地杂拳 他就今天认为肯定就用杂拳的营丽 对方已经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 这一场比赛丽的实验确理 你看机恩的那个眼的握住眼部 握住了 握住了 直接就扶起来就扶起来 就双方的力量自己是有差的 是的 刚才机恩在下位是不停地用起销的动作 这种起销动作呢 一是自己呢非常难受效 因为张伟丽处于上位 是不停地 大家看到心的右眼的右眉骨的红种 而这种起销的动作呢 让自己非常容易消耗过多的体能 对 被迫转身 一看看就一个力量不足 再一个比赛经验也不足 他不知道怎么如何的解脱 张伟丽的杂拳非常的重 这场比赛 上位的一个赢赛 他的力量 确实力量确实很大 再一个 他的比赛经验明显好一队 是的 非常重 你说女子拳手 非常罕见的这种跑法力 张伟丽 混乱军 手战 手上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 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 三分五十八秒 TKO获胜 而且我们的搏击宝贝 把奖杯颁发给胜者 恭喜张伟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